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大阪的口袋3加注到了600 火星哥A6不同色跟注 尼卡尔波石钩不同色跟注 还有一手老Francisco的6-7 四个人的战斗 翻牌A5钩两张红袍 火星哥中A4 尼卡尔波中钩 毕竟多人持 A4没有加注 口袋3也没有再打 转牌一张10 尼卡尔波拿到石钩两对 转牌竟然不打价值啊 Francisco站出来抢死钱 有A4有勾的牌面是真敢打呀 火星哥看到一个加注 秒推了2000回来 尼卡尔波选择跟注 合牌一张红袍3 火星哥合牌顶对过牌 尼卡尔波一看你过了 那我怎么着 也得从A4一对身上拿点价值 而这个时候 火星哥反而做了15000的加注 这手牌不得不说啊 打得很有想法啊 他知道尼卡尔波合牌 敢开枪拿价值啊 那很有可能牌力 已经反超了自己的A6 那么现在他在扮演的呢 要么就是一手翻牌面的A5 要么就是转牌合牌 这两枪啊 去扮演合牌中的铜花 你还别说 我倒是真的觉得 马斯打得挺像是一手 合牌中花的牌啊 尼卡跟火星哥说 哥们我牌很大 有多大呢 很大你早就call了 在这磨叽什么劲呢 最终尼卡尔波被马斯给打掉了 这手合牌的布拉夫啊 打得很漂亮 而赢了牌的火星哥啊 杀人猪心 他亮出一张6啊 偏偏盖掉自己的Ace 气死你啊 猜去吧 咱们继续来往下看 JR拿到了Ak 加注到了800 大忙卫的刘轩孤军奋战 勾六黑桃 选择了跟注 翻牌 367彩虹面 这个牌面对于刘轩来说 还是比较友好的 没有什么大牌在 但是考虑到JR的入食范围 也比较宽 中不中牌啊 这还真的不好说 翻后JR继续打500 宣截的一对6 这是在当一对8在打 加注1500 Ak选择秒扣 转牌一张红桃7 这种情况啊 一般来说啊 不用考虑JR会拿到7啊 除非真的这手牌啊 JR后期打得特别凶啊 那再做分析 转牌刘轩用自己的一对6 做了1500刀的下注 这样还是扣了下来 强追Ak啊 最终也没有追到 合牌一张方块9 这张9对于牌面的影响啊 说实话 微乎其微 宣截的这一对6 可打可过 但是 哇 宣截盒牌要打这么大吗 他可能是担心JR如果真的拿了一手比自己大的对子 那自己就一定要做一个大的侠助 3 演一张7也好 演一手棋手的45也好 打小了吧 他怕JR用大队子call下来 但是JR确实啊 这手牌没有拿到任何可以支付的牌型 继续来看这手牌 这样圈9加注到了700 刘轩的牌圈勾 选择在小盲位call了下来 大本的勾2方块 大盲位跟住 三个人的底持 哎呀 这次翻牌面的三张同色牌啊 并不是来自于背头哥 翻牌A463三张方块 奔拿到天同花 而JR这边捏着一张方块圈 做了1200刀的夹注 刘轩没有中牌 直接miss牌面 直接走人 奔看到一个下注 预感到有可能不妙 自己一张方块勾啊 也不算非常大 直接raise到了5500 怎么着JR老板 有一张大方块是吧 方块圈 还是方块K呢 甭管是什么 想看牌 你就 多掏点腰包吧 而JR翻牌面 选择再打 三败到了整整16000 这么打的话 像一张大方块 也像是一手什么 A圈A钩这样的牌啊 在保护自己的顶对啊 本管是哪一种啊 只要不掉方块 这手牌 笨肯定是一打到底 转牌黑淘8 笨选择了过牌 看起来大本也有怂的时候啊 他担心JR会跟自己狗急了跳墙啊 万一JR再往回推个什么 五万八万啊 这一手牌如果被发死啊 也会很难受 最终合牌一张黑淘A 那这下笨可以打价值了 转牌你不敢打 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笨持34000美刀 哎 无论他打多少 这样的圈九也是跟不动啊 这手牌翻牌面很恶心 但是转牌合牌啊 还算是比较和谐啊 接着来看这手牌 刘轩的A10加注到600 笨同样是一手A10啊 选择了跟注 只是两个人一个同花 一个不同花 翻牌K勾五彩虹面 现在牌力领先的是尼克尔伯 他命中了一个中队啊 不过中队在多人池里 一般来讲是不会打的 而笨呢 拿卡圈的顺子听牌 打了1100 尼克尔伯跟注 轩姐也抠了下来 哎呀呀呀呀 转牌的一张圈 让刘轩和笨啊 同时做成了顶顺 笨继续开第二枪 再找一张K的架子 他直接打了一个满池啊 尼克尔伯走了 得亏这手牌 翟尔老板跑得快 不然转牌中圈 说不定啊 还会再扩这5000啊 刘轩加注到了15000 哎呀 轩姐后手还有4万多 这手牌肯定是一个加注 O-in 分钱了 来了来了来了 纳斯和纳斯之间的战斗啊 真没意思 满心欢喜的轩姐 本来以为自己可以重回水上 哎呀 一看对手的牌啊 失望了 接着来看这手牌 火星哥 K-GO-CUT加注到了600 刘轩A4草花 300到了2600 这手牌 轩姐的位置比较差 他翻前打得很凶啊 希望可以干掉一个先手的open啊 可惜没能成功 翻牌K67 火星哥后卫中K 刘轩甚至一张草花都没看到 但是翻前自己那么凶 这翻后咬着牙也得坚持啊 打了3000 火星哥知道刘轩中牌的概率并不高 仅仅选择了跟注 想慢慢磨死对手 可转牌这张A4啊 还真的是发到了刘轩手里 宣姐知道自己大概率是领先了 这个时候还可以做一个半尺左右的下注啊 不过刘轩想产打 希望在turn上可以通过一个过牌 表达对这张A4的厌恶 火星哥被盖了一顶帽子 实在没有必要下注 两人合牌见 最终合牌一张翻块4 刘轩拿到后门的A4两队 行啊 甭管这手牌能拿到多少的价值啊 总比输了强 11000的坡打个 打个四五千应该是没问题的 而刘轩想去演一首bluff 直接是推出了一个满池 火星哥并没有秒扣 看起来他还是非常讨厌转牌这张A4 而刘轩转牌的过牌 也并没有成功的骗到火星哥 这一对K直接盖牌了 接着来看这一手牌 尼克阿尔伯的open被刘轩拿K7红桃腿了回来 2000刀的三败在这张牌桌上不算很大 两人单挑 翻牌358 尼克阿尔伯这喊了一手 come on 这很有意思 你说一般什么人能那么急切的想在翻牌面中牌呢 那肯定莫过于这种小口袋对子了 中牌就巨大 不中牌就巨小 而尼克阿尔伯呢 在转牌中赛 这手牌刘轩啊 连续过牌 牌面真的是小小小小小 而尼克阿尔伯呢 也连续过牌 过到合牌 终于是等到了刘轩的下注 这个牌面基本来说啊 也就是一手六七成顺 可是拿着六七 转牌也应该开枪了吧 尼克阿尔伯实在是没什么好担心的 虽然刘轩打了五千啊 他并不担心自己会输 反手加到两万五 打这么大 我倒觉得没什么意义啊 打个一万到头了 打个一万什么骗一张八呀 甚至是合牌的一张九来跟住就得了 打两万五 你指望什么牌能跟下来 开玩笑 当然啊 尼克阿尔伯也可能恰好利用了这种心理啊 打得越像Buff越好 万一得到支付呢 那就是开张吃半年 可惜玄姐只有一手K嗨 玄姐也皱了之后没头啊 他其实挺想搞清楚 尼克阿尔伯到底是拿着什么牌做的家住 尼克表示没事 我给你看一张啊 哪张都是四 Street的个锤子啊 Street 你都亮了一张四了 还有Street吗 好 这一期视频呢 暂且告一段落 咱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